就是可惜了 可惜了 捷運車門明明要關了 還是有人硬闖 一旁男子也想跟著衝 差點發生意外 不行了啦 不行了啦 我覺得我說不行了 很危險耶 不要命的 真的是不要命 萬人擠爆捷運站 乱象一箱筐 我騙了 人家騙了 其實我們裡面 你擠得要還可以 你擠 我擠 他也擠 紅色警示燈亮個不停 車門本來要關了又彈開 還好沒有傷到人 只是夾住民眾的傘 車廂裡鑲在擠沙丁魚 阿伯的臉直接貼在車門玻璃上 斜著身體伸長手拉住吊環 表情好無奈 文湖縣各站擠滿人 車門關了又開 越台排隊人潮 緊貼捷運車廂有夠驚險 等於下巴 快點 老師要不要飛起 家庭有排隊線 照排隊線的方向 眼看列車就快進站 民眾一股腦往下衝 捷運工作人員只能喊話提醒 就連連接月台的空橋上 也都擠滿人 這景象有如電影 失速列車 28日一早 捷運界南路站出站人次高達 1.3萬人 比起上個禮拜六同一時段 1400人相比 多了1.16萬人 高出8倍之多 把捷運站整個賽爆 北街啟動輸運機制 這陣仗堪比跨年 最後加開15班列車 班距縮短成兩分鐘 但也花了一個多小時 才緩解大量人潮 週六一早 文湖縣搭車人數 比平日上下班時段還要多 恐怕也讓不少人看得目瞪口呆 記得站中紅軍管理台有報導